哈喽大家好 之前一直有人问我 就平时看什么书啊 看什么剧 有没有什么推荐 那我今天就来推荐几本书跟剧 那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本呢是 乔麦的郊游 那乔麦的话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啦 就是他有写微信跟微博 我之前没有看过任何他写的书 但是我就是看了他最新的这本郊游之后 就非常喜欢 他说郊游就是好像人生一样 人生就像一次郊游 就是你去的时候 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感受 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累 等你回来之后 可能过一段时间回味起来会觉得 我曾经也去过什么什么地方去郊游 那这本书的话 它也并不是非常什么很高深的那种文学啦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读的 然后每一个故事都是 它是短篇的小说 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我非常喜欢就是在睡前的时候 可能翻个一两个故事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微博 所以更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像是在说他自己的一个平行世界的他自己 因为里面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岁单身的成年男女的故事 跟感情 乔迈作者自己他自己是有孩子的 然后他也说过他自己不喜欢小孩子 然后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完成他自己的一个对人生的另外一种想象 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非常生活化的成年人的烦恼 跟非常都市化的一种很寂寞的那种感受 每一个故事也并不是那种很狗血 然后非常曲折啊 很多转折的那种故事 而是往往就停留在恰到好处 戛然而止的那个地方 就好像每一个人的生活非常平淡 但是其实真的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 我最喜欢他里面有个故事是 如何练习诗句更多 他是讲一个一对新婚夫妇 他们搬到一个新房 然后他的邻居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变化 一期充斥着小孩 平均一至五岁 黄昏时一群老年人 带着各自的孙辈挤在小区花园中心 小孩们哭喊打闹 老人们疲惫而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周末的时候是三十岁出头的父母带着小孩 同样的情景 同样的姿势 两副场景像是一个漫长电影的开始和结尾 另外一本书呢是三十一岁又怎样 它是三本文序的一本书 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快到三十了吧 然后就有一些焦虑 所以对于这种 三十岁啊 三十来岁的那种人生感悟 就会想要看一点 但我刚刚拿到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个非常心灵鸡汤的故事 因为三十一岁又怎样了 就好像他在说三十一岁又怎样 就仍然可以活得很精彩 可以很独立很成熟很美好啊 但是读了之后才知道他这个题目三十一岁又怎样 其实是一个非常passive的一个 怎么讲就是有点悲观的一个反问 因为他其实在说的是三十一岁又怎样 就三十几岁又怎样 并没有过得比二十几岁要好啊 他这里面讲的是三十一个三十一岁女性的故事 有那种很负能量的 有非常过得非常痛苦的 有已经认命的 有就是很寂寞很孤独的 他不是在说三十几岁女性的成功 而是三十几岁女性的失败 现在我们国内的媒体很多时候在渲染各种 就是三十几岁女性 四十几岁女性仍然可以活得像少女一样 保养得像少女一样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励志但其实仍然是在贩卖另一种焦虑 就是你作为普通人你三十几岁就是不能老 你四十几岁就是不能老 你要保养得好像明星一样像那些许晴啊什么的 就好像我的视频里面也有人在说你看起来很憔悴 但我其实三十岁了快要三十岁了 我真的我比不上二十来岁的时候那种皮肤状态身体状态 我稍微熬一熬夜我的黑眼圈就出来了眼袋就很大了 这些都是我完全无法去改变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身体的变化 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也是它给我们展现的并不是那些过得很好的女性的生活 而是非常普通的女性的生活 就是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三十来岁四十来岁活成这样子也是OK的 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面其实我有好几个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故事 它这个每一个故事比刚刚交游的这个每个故事都要更短 就是读的可以更快 这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叫做温酒 这个故事其实如果很多人来写可能会写得非常的狗血 但是它其实写得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平实 是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的 它讲的是一个女性跟她丈夫离婚 然后她丈夫就是避而不见嘛 那她公公就过来跟她办一些手续啊之类的 慢慢慢慢就是她爱上了公公这样子 就听起来非常非常狗血的一个故事 但是它可以写得很平常 很平淡 就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我上完厕所走回房间时顺手关了灯 室内只剩下电视屏幕的亮光 我步里蹒跚地走回沙发 把脸颊贴在公公穿着毛衣的肩上 黑暗中 公公的笑脸上满月般明亮 我太饥渴了 在伸过来的手腕中 我感受到皮肤和阳光的温度 推荐完这两本书呢 我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一个平台 叫做多抓鱼 它是一个小程序 我已经在这上面买卖过二手书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给我广告费 因为我真的安利了身边很多朋友去 就用他们这个平台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上面买的二手书 就是像这种 完全是跟新的一样 它会有一个素风 然后你在他们平台 其实是可以选择品项 根据品项来选择不同的价钱 就是可能品项良好 全新到良好 到品项有一点点不好的 就是价钱会不一样 我一般都是选择最差的 但是拿到的这个品项 都是非常好的 就跟完全全新一样 然后我自己也有在上面 就是卖书嘛 基本上这个流程就是 你把这个书的 这里的这个编码拍下来之后 那这个平台会告诉你 告诉你这本书大概值多少钱 你下完单之后 它就有顺丰快递来上门收件 收完之后到达它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会有专业人员来评估 你这本书到底值多少钱 就根据品项啊 这些之类的 我非常好笑 就是我之前有寄了一堆书过去 就卖了一堆书过去 其中有一本书就是盗版书 他们不收 我可以选择寄回 或者是直接就是留在那边了 然后我才想起来 原来那本书就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 确实买的好像是盗版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非常专业了 通过在这个平台卖的书呢 这个书款你可以选择提现 也可以选择就是继续买书 如果买书的话 就是有八折的优惠 好像我觉得他们真的要给我 广告费 就我已经很熟了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这上面买书真的很划算 你看都是非常新的 然后买完之后 我看完之后 我又可以再卖回去 就是非常划算的一个生意 那推荐完书之后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几部剧 我觉得这几部剧呢 跟刚刚那两本书一样 都是非常非常适合 在冬天的时候窝在被窝里面 就是旁边点一个蜡烛 就是慢慢慢慢看的那种感觉 首先第一部呢 是马普尔小姐 我最喜欢的还是BBC那个版本的 马普尔小姐 她其实分成就是前三季有一个老太太 然后后三季 也不是后三季啊 就是第三季之后 就是换了一个老太太 因为之前就前三季那个老太太 她就是生病去世了 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吧 我就是非常喜欢前三季这个老太太 因为她有一种 好像猫的那种警觉跟狡猾 这个狡猾是好的那种狡猾啦 三季之后新的老太太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太过于老实了 总之我是非常喜欢那种 乡村田园式 英国乡村田园式的探案的故事 比起波洛先生的故事 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更适合在冬天的时候看 有一种就是好像在壁炉旁边 然后听着噼里啪啦的那种柴火声 然后一边很温暖这样子 看着一个并不是很恐怖的 一个探案的故事 我也想推荐给大家一个字幕组 叫做波罗字幕组 他们去年有翻译了比BBC这个版本 还要更早期的一个版本 马普尔小姐 我不太喜欢里面的马普尔小姐 可能因为真的太老了那种感觉 有点慢吞吞的 故事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跟BBC的就是版本的有一些对比 因为它那个版本真的是很老很老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朴实的一种拍摄方式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里面的女性穿衣服都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喜欢阿加莎的作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版本的马普尔小姐 讲到波罗字幕组啦 他们其实一直都是翻译推理剧啊 侦探剧这种的 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看这种剧 所以就是很关注他们字幕组 他们最近一直有在翻的一部作品 也是我现在一直在看的一部作品 是Aggatha Racing 它的探案集 我把具体名字会打在这边 其实听它的名字 就是知道它是一部非常逗逼的那种 探案剧 Racing 就是那个阿加莎 然后Racing就是葡萄干 所以它其实就是结合了阿加莎的那种 侦探推理的剧情 然后又是同事又是非常逗逼的那种喜剧 主人公Aggatha原本是伦敦的一名PR 就是穿得非常光鲜亮丽啊 然后生活也是非常就怎么样那种 他存够钱之后呢就提早退休了 搬到了一个英国的乡村 从此之后呢就开启了那种 他走到哪里 就有人死 有事情发生的柯南的体制 通过他自己这种多年从事公关的一个经验 非常八卦的那种嗅觉 慢慢他发现自己对于就是推理啊 探案有很大的天赋 就同时又有一点逗逼 有一点搞笑的那种剧情 每一集都并不是很长 我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会看 然后吃完饭就差不多看完了 剧情非常的紧凑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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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